朋友们大家好啊 1月11日傍晚呢 在广州繁华区的天河路 这个宝马汽车呢 发生了一个很重的事件吧 就是说快过年了 真的不想看到这样的新闻 就是刚才啊 看到这个广州的相关的通报 1月11日下午的5点25分 广州天河路 体育东路路口啊 发生了一起 小汽车与行人密切接触事件 从这个通报中可以看到 整个事件非常非常的严重 目前啊 已经有5位市民 永远的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还有13位市民呢 正在接受救治 关于肇事者的信息呢 就是说比较少 只能从他这个通报中啊 了解到尖年才22岁 是个男人 是个是广东接洋人 众所周知啊 在广州天河路呢 是一个很繁华的路段 在晚上5点半左右啊 是下班的一个高峰期吧 就是人来人往呢 非常热闹 为什么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地点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22岁的小伙子呢 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是这个广大网友啊 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从视频中啊 可以看出 这位22岁的小伙子呢 开的是一辆宝马车 也不知道啊 这辆宝马车 是这位小伙子的呢 还是他开的是别人的 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小伙子这么 做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从视频中 就是可以看到 显然不是宝马车失控 明显的是司机的这种 有意为之 那么这么年轻的男子呢 为什么要选择 做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情来呢 目前呢 就是说广州的相关部门呢 已经就是控制住了 这位肇事者 从整个事件的原因呢 还在正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相信就是很快呀 就能查出真相 并公布于众 目前呢 已经就是说 有五位市民 永远离开了 这个美好的世界 还有13位 就是正在接受治疗吧 这个数字呢 令人心里面有点不舒服 煙火的生命 每个数字背后呢 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思想一下 就是说 这些 离开美好世界的人呢 就是说 当天下午五点 可能就是说 刚刚忙完一天的工作吧 下来搬 我搬马仙 打算回家呀 跟家人一起吃饭 或者说 跟亲人一起聚会 可以就是说 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幸福 但是呢 被那辆朝食的宝马车 把这么多人的平安 幸福 安静的生活 全部给打碎了 发生这种事呢 让人非常的气愤 希望现实呢 永远不会发生 类似的事情 根据这个内部消息啊 据说啊 那辆宝马车司机呢 在疯狂的接触之后啊 还干了一件 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很多人啊 都在追问 这个22岁的男子 到底是怎么了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他不害怕 这么做之后的后果吗 整个这些问题吧 都在调查之中 这个22岁的男子呢 比较为自己的行李啊 付出惨重的代价 特别是要预防 这个此类这个人出现吧 这也是很重的一件事情 最不想就是下了班 过班马线的时候呢 就是准备回家的时候 嗯 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呢 就是弄清楚这个男子 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促使他干这样的事 然后呢 就是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吧 这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就是大家留言吧 根据这个内部消息 就是了解呀 这个男子可能就是说 投资出现了一个问题吧 然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加速 对社会有影响的 这么一个先例 这个调查者呢 就是最后与一辆货车呀 接触 然后呢 汽车逃亡 这是内部了解的 这个人呢 已经被控制了 已经被控制了 感谢大家订阅吧 拜拜 感谢大家 关键的 感谢大家 关键的